你家在哪啊 你没穿衣服啊 当时的气温是在零下二十度左右 而且下小雪 老人是有点老年痴呆 就是在家附近走失的 之后经过多方打听 就是爱家爱家不询问呢 最后找到这个老人的家属 把老人安全地送到了家 后来老人的老伴拿钱表示感谢 当然这个钱是指定不能要的 不行我能收你钱吗 不行不行 家里老两口也挺困难的 然后后续我父亲把他自己的手机号 留给了老人 后续老人有什么困难 方便联系